这个4090稍微有点尴尬 平常我都是先上视频再上架 这样大家都能买得到 但这个呢 我没时间做视频 就先直接上架了 我们的网店流量又好 这个时间点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如果只是我们销售和你购买的话 那这期视频基本上没有意义 4090首发的时候用的是12代CPU 那个时候13代还没上市 我一直沿用的也是那个数据 会被人说啊 我故意这个故意那个 其实没那么的故意 那这次呢 就当我更新一下数据 我就非常简短的去完成它了 因为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配置和价格呢 都在这里 你们自己看一下 显卡是一个非常少见的 美国的通路品牌 叫做PNY CPU是i713700F 比K呢要便宜一些 我觉得性价比也高一些 就它了 主板是华硕的Z690P 还带一个WiFi 有人说又不超频 为什么不用B 主要是很难选到一个稳定供电 在170W以上的B的主板 英瑞达原厂的4800 32G DDA5的内存 1TB的4.0的硬盘 这两个都是原厂正片 这个很重要 电源是长城的1250W的金牌全模组 不是说你平常用电 就是1250W 不是 日常轻度使用 只有几十瓦的功耗 360的冷排 必然可以压得住 再送4个ARGB的风扇 没了就这样子 4090就很正常的外观 也没什么看一下 显卡很大 带三个风扇 金属的背板 贯穿的一个散热片 这里的偏瓦还会亮 整个显卡的很速 显卡的重量1660克 机箱就这个AirModel的尺图 前面三个风扇位 顶部也三个 背后一个 前面版可以自己拿掉 里面光效还是比较漂亮的 侧面PNY有一点点光 右边没有侧透 机器很重 这是背后的接口 接好了以后 其他先不做 先跑工业软件 表格里面红色好 绿色不好 A卡的7900XTX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老版鲁打师的跑分很高 新版鲁打师总分305万分 CPU223多核的跑分有点意思 29000多分已经高过了 i713700K了 怎么理解 那就主板内存散热的差异 让CPU更高 单核的跑分2044也不错了 其他的跑分自己看一下 连续跑3025 其实只是为了收集数据 很快就跑完了 最大值4452 最小值4406 差值只有46% 1%的差值 台式机就这样子的 供电和散热OK了 就各种稳 把30的总额相加以后 也超过了i713700K一丁点 内存74G每秒 比DDS4的50G每秒左右的速度要高一些 30Mark跑分显卡是36911 比首发的内存跑分要高一些 首发是34000多分 低5.6% 我们看左边的笔记本的4080 大概只有一半的跑分 72秒完成 是目前已经过手的机器里面 第三块的 最快的是AMD纯大核的CPU 用4090加速以后是26秒完成 比刚才快了63%的时间 剪映剪辑4K60帧视频51秒完成 4090有双MV1NC 目前来说AE卡的7900XTX 是剪映里面最快的 会让我比较诧异 硬盘的跑分 有人不同意 这是一个旗舰硬盘OK 这是一个好硬盘没问题 主板的无线网卡是AX201 支持WiFi6 内存的SPD信息 CPU是8个大核 8个小核 一共24个显存 2G缓存是24兆 3G缓存是30兆 相对于上一代 2G缓存有加强 所以游戏的表现会很好 40系的卡 在显卡内的缓存会加大 所以对显存的位宽 不会太敏感 这个是384位的显存的位宽 24GB的容量 GD6X的显存 扩大数是目前家用的卡里面 最大的是16384 远超过4080 凹创控制台可以自己手动设置光效 但是版本要更新到最新 也可以点黑暗 黑暗就是关掉了 现在正在单烤CPU 电压手动设置的1.3V 大小和频率是5.1和4.1G没问题 温度只有53度 噪音也非常低 CPU只有117瓦 118瓦 环境温度20度 双烤时拆线板上568瓦 其实我有点想用850瓦电源 因为1250瓦电源会给不懂的人造成误会 台式机码 噪音很小 53分贝 在顶部的冷排35度 显卡的频率2.79G 温度只有61度 我看一下显存的温度是68度 也不高 因为是360冷排水冷 CPU的温度也只有63度 总共烤机了51分钟 现在开始单烤显卡 单烤显卡也没有变化 烤机就过了 单烤显卡时拆线板上450瓦 机器什么都不干的时候拆线板上93瓦 比正常的机器多20瓦左右 你想 这个机器7个风扇 7个风扇 刚好是20瓦左右 下面开始跑各种游戏 这是刺客星条 英灵电的4K分辨率 我说严格一点 只能说在这个游戏里面 差异太小了 不同的CPU和内存的话 只差一帧 古墨丽影4K最高画质 173帧 i72700是169帧 差距也非常小 我再试试看4K的光追 只是试试看 这个没有很笔数据 我平常太少跑光追了 122帧 降低了51帧 我打开DLSS再跑一遍 它是通过AI来插针 也会导致画质的劣化 有提高159帧了 CSGO最低画质 891帧很好 i72700是731帧 低18% 会有人让我跑4K 最高画质 没问题 我跑一下 435帧 降低了一半 低频线5 4K的最高画质 全程没有跑满显卡 比12代i7还低6帧 赛布蓬克277 4K分辨率 最高画质 观广率 DLSS是自动 109帧 这个游戏差距比较大 12代i7是91帧 这样的话低16% 荒野大标可2 4K最高画质 143帧 比12代i7低一帧 当没区别 下面的游戏就没有横比了 这是使命召唤的4K最高画质 完全不知道怎么玩 都没有枪 513光追和毛发都是最高 4K的分辨率 DLSS是打开的 永结物件 4K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200多帧 战地2042 4K的最高画质 决定求生4K最高画质 游战比利是100 在野外跑步 还是在200帧左右 人神4K最高画质 并且游戏精度是1.2 据说这个游戏要求很高 APX英雄4K的最高画质 这种高帧率游戏 操作感受很重要 非常跟手 在平台顶上300帧左右 最后是坦克世界的4K最高画质 帧数在200多帧 这个游戏很诡异 能够跑满显卡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吹 或者去喷的点 完全就这个配置的机器的正常表现 我倒是想 如果把功耗控制了120W以内 就可以有风能了 再用B660WiFi的主板 再用DDR4的内存 这样总共可以省几百块钱 不过我又想啊 好像这种机器的人群 应该不会鸟我这种低S的想法 这个显卡呢 到货不规律 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 反正我尽量吧 所以这个视频呢 也只是告诉你们啊 这个配置可以是什么样的表现 仅此而已 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到我们的网店看一看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 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到货的话会在公众号 前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